买不完根本买不完而且越买越多 相信记住这个梗很多都是老股民 因为去年说出这句话的就是贝莱德 贝莱德作为全球资管的龙头 掌管着超过10万亿美元的资金 我们要知道10万亿美元如果换算成人币 那是超过70万亿的市值 其实约等于我们中国所有股市相加的一个总和 这个贝莱德可以说在23年的时候 折挤在中国的市场里 然后说出这句话给整个中国股民带来的信心的打击 大家可以看一下23年年初的时候 他整个12只管理的基金全部出现亏损 并且随着先锋领航以后 他是第二个退出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因为全球三大资产管理公司 第一个就是贝莱德 然后是先锋领航 第三个就是富达 富达的话很多人有点不太清楚 但是富达掌管着就是美国的退休金401K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说一些关于中国的市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在21年以后 由于受到整个的epidemic时期 整个的影响 美国疯狂的加息 我们先看一下整体从两国的国债去做对比 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由于整个的利息 是凭美国高 我们正稀查 到了现在整个的美国持续加息 我们维持着10年的利率 现在的话我们10年期国债应该是2.16 大家可以看下这个走势 然后看一下对比 我们现在又是负的100多个bp点数 这种情况下 整体的资金持续的被流向美国 因为美国加息 而且加到5%左右 你要知道 5%是一个很 怎么说呢 很强的分界线 就是很多这种东南沿海的加工企业 其实他们刨除了一年所有的这种运营 然后营销 整个的纯利润其实就是这么多 全球都差不多 所以说美联储加到5%左右这个高位的时候 全球的资本都考虑到底是不是干 因为去美国那边可能意味着你 闭着眼睛躺平收利息就够 但是你也知道它不是一个长吻的事情 然后随着最近我们中国这些政策 然后呢 这种比如说关闭了转融通 你会发现转融通最高的时候巅峰达到了1800亿 对于整个市场的冲击其实它金融创新没问题 但是它金融创新只给了一小部分人开便利的窗口 那么不能给到所有人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另一种意味的致富工具 到了现在整个的转融通已进入到了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股民大部分赚钱 还是依托于整个股市的上涨 其实我们的金融市场还是不够完善 真的还是不够完善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些 比如说信贷的工具啊 或者其他方面 你就像15年的牛市 你会发现15年 我们当时是因为整体第一个通过4万亿的刺激政策 然后整个的散型配资 或者是像恒生的这个HOMES 因为恒生的HOMES系统 它就可以让很多的这种分管分开 然后呢给你加杠杆 整个呢 因为这个再加上当时我记得融资融券的杠杆也可以给到三倍左右 所以说15年是一个疯狂的杠杆牛 杠杆牛的话也就意味着它涨的特别急 但是它跌的也特别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15年在统计6月份到9月份整个的下跌股市有多少只跌停 你看到了是千古涨停 但是未来你必然会面临到的就是千古跌停这个地步 因为有涨有跌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周期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时候看到传奇的投资者 很多很多传奇投资者 其实都折在了这种经济大衰退时期 真的都折在了经济大衰退时期 而且你会发现有个特点 就是当你认为你的经济越牛 或者是你觉得你摸透了很多脉络的时候 你喜欢给自身上杠杆 所以说我才跟普通的这些光看的粉丝朋友们说 尽量不要给自己上杠杆 上的时候你挣的一时爽 但是跌的时候你要知道 连续的下跌很快就会触碰到你整个的强平线 那么我们又回聊到整个这种贝莱德去聊中国的股市 其实中国的股市已经连续涨了五六天 用它说潮配吗 大家都知道像前几天跟大家聊的 像那个David Tepper整个的对冲基金 他也说疯狂的买入中国资产 今天以美国整个的股市走势为例 其实你会发现纳指 然后整个的标普 或者是那个道雄寺全部出现下跌 但你看整个中国的这种中概股 依然出现了上涨 可以说资金还在备受追捧 还有就是富时A50 也是继续的上涨 然后跟大家聊过的美联储会进一步的降息 然后大家看一下整个对于降息的一个猜测到2025年的年末 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话还有将近200个左右的BP点数可以下跌的幅度 再加上整个的北京放松楼市 剩下可以说北上广深 就是迎来了一个楼市的一个短期的小热潮 因为都是金酒银食 但是大家可以说不用过度的去追捧房地产 房地产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再有就是整个的虚拟比市场一直跟大家聊 因为当中国的资产出现疯狂的上涨 备受追捧的时候 其他的资产会给它让路 你会发现整个的虚拟比市场出现了一个下跌 这个就像前些天就跟大家录视频去说了 很多人说哥你说的为什么这么准 其实我不是准 我只是把所有的线索都连在一起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他百分之百的正确率 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做到很多东西都是正确的 你通过你的认知去反映出一个事实 而不是说故意的去给大家炫耀 或者给大家去卖课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 尽量的还是持续跟大家分享一些优质的资源 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资讯 那么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 也再次祝大家十一快乐